景氣低迷之下 大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情形 越來越普遍 就讀私立大學的學生畢業後 再還沒有積蓄的情況下 可能就已經負債好幾十萬 我自己的學費是 我有辦學貸 現在是就對 就還是在累積那個負債 因為我自己還要降轉 我重讀一年 所以是要再多付一年的學費 所以大概四十幾萬 快五十萬跑不掉 我也是有學貸 然後可能之後把工作的時候 自己償還 因為我本身哥哥也有讀這間學校 怕家裡負擔太重 所以才要辦學貸 我覺得一定會有壓力 因為畢業後要先找工作 有學生每到學期初 只要想到學貸就感到有壓力 甚至有人還沒畢業就開始擔心 就業後賺的錢 全都要拿去繳學貸 如果時間能重來 大概不會選擇申請學貸 再一次的話 應該是不會啦 畢竟出社會就是要闖事業 就是要開始的 然後在事業開始的時候就要 就要怎麼講 有一個負擔這樣是 對那個動力是會被打折的 根據教育部統計 104學年度大專院校在學生 136萬人中就有高達29萬人 申請就學貸款 比率超過20% 為了減輕學生畢業後還款壓力 教育部在105年8月起 將學貸利息從1.62% 調降為1.15% 申請還缴次數也從三次改為四次 目前已經有43萬人受惠 那如果說在環角已經期滿了 或是說雖然你的月收入是有高過3萬塊 可是你覺得還是有還款上的問題 那也務必要請同學跟你的存在銀行這邊來聯繫 教育部表示 基於希望就學貸款能夠永續運作 提醒目前有升起學貸的大專院校學生 就業後盡可能按時還款 也比較不會影響未來向銀行貸款的個人信用 記者 台北市採訪報導